第一页我基本上把它拆开来 拆成一个Math IN 跟Math OUT 以IN 的话就是输入 OUT 的话就是把结果 OUT 出来 OK 所以基本上 等于是之前的Math CAI 程式我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的话 第一个一定就是说我先做一个表单 OK 所以这个表单基本上我们前面讲过 那你必须要什么 先在我们的 这个等于是Templates 里面 增加一个所谓的Math CAI 的 .html 那当然你可以new 一个file file 名称的话就是Math CAI 那里面基本上我的写法是这样 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html 当然这个里面的结果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按右键我把它检视原始码 那里面一样是一个html 然后html里面其实主要就放一个表单而已 那这个表单基本上action就是指向哪里 action 指向那个 我刚刚讲过Math CAI 有个in in 就是表单输入 OUT 的话就是说我要输出 所以我取名称叫Math CAI OUT 然后面色部分的话用get OK 那也就是说问题为 特别注意 中间这个月份的部分是要动态产生的 那我要怎么刚好动态可以产生这个里面的资料 这就是重点 OK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我这个月份要怎么动态塞到这边 那这里的话我就用一个叫templates里面 我前面讲过如果是变数的话 你可以用大瓜屋两个 里面放一个变数在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将来你要丢一个变数进来 OK 而且你要render reender 带一个变数过来 他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大家知道一下这个 然后一样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这个做法 首先第一个我在这边一样 就是表单部分 然后再来表单部分底下我藏的东西 藏一个就是REAL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两个大瓜糊 一个是Q 一个是REAL 就是这两个东西是将来的变数 另外的话其实我有躲了一个东西在这边 这个东西的话就叫做type等于hidden 就是隐藏栏位 也就是说在背后藏一个鱼 隐藏栏位 这个隐藏栏位就是把这个Q也顺便藏一份在这里 主要目的就是我们要跨页的话 这个地方因为我没有用section 当然将来你可以用section 如果你不用section 你可以用隐藏栏位 暂时把资料放在这边 当然理论上大部分人不太会去看 所以理论上我如果藏一个东西在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我hidden一个东西 value就是把这个里面的值藏在这里 那为什么要查在这里 因为将来我就知道说原来我出的题目是atopo 然后我传过去判断的时候顺便把这个传过去 那我就知道原来两边能不能match就靠它了 OK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什么 一个比较算是取巧的方法 但是这个地方有个风险 就是说如果你用隐藏栏位好处就是很简单 但是缺点就是说比较容易被发现 理论上应该要用一个section 不过因为section我觉得相对的难度会比较高 所以理论上如果没有安全性的顾虑的时候 那我就做一个隐藏栏位在这里就好了 OK所以基本上的话第一步我们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templates OK这个templates里面的话就这一个 然后比较重要是这一个跟这一个 最后的话会有个隐藏栏位 这个也是关键 隐藏栏位的做法就input the name 是什么 然后它的type关键的地方就hidden 也就是说它放在网页里面不会被发现的地方 然后它的value就放在这边把它藏在这里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我再来就撰写一个叫做这个monthci in 也就是我要输入 所以接下来的话当这个网页 它被执行的时候 那可是问题来了 它要怎么把它呼叫起来 呼叫而且并且丢这个东西 基本上我们就呼叫这个monthci in 它把这个漏进来 所以monthci in主要的作用就是roll 那一个网页 那个网页里面的话特别注意 第一个一样我先在views里面 先建一个什么 先建一个那个function 名称的话就是什么 也是monthci in 然后request 接下来的话建一个阵列 建一个串列 这个串列其实做法跟前面的那个pys一模一样 叫做monthstreet 然后我第一个空下来也就是这个0空下来1到12 并且在这边产生一个rendon 也是这个是1到12 1到13就产生1到12的值 特别说这个rendon我在上面一样要in 所以在跟那个pys一样 所以这个rendon的话我是in 在最上方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个程式的最上方 可以看到有一个已经rendon rendon mass 跟这个import mass跟rendon 那我rendon它说一样的做法就是 我再来的话呢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乱数产生了 那接下来的话 并且把这个值有没有 比如说我今天刚刚是artober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我抓到是10 那10之后的话就抓到artober 并且把这个artober的字串 也就这个地方 把这个串列里面的artober 假设这个是10 产生一个 这个乱数 10然后过来的话抓到哪一个 抓到这一个 并且把这一个放在q里面 有个q的对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是透过什么 前面讲过的嘛 就是return 用rendon rendon做什么呢 把 这一个总共会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request 第二个就是我那个template 就刚刚这一个 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把这个q怎么样 顺便带到 带过去给他 ok 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得到 我们看到的结果了 所以特别说第一个页面 第一个页面其实主要 重点就是把这个q 里面的哪一个月份 透过local时的这一个变数 这个一个群组 一个集合把它丢到丢给他 那丢给他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显示出 他是哪一个月份 所以假设我重新再载入的话 他每一次都变动 因为q里面的值都会跟着变动 那变动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 另外当然呢 我们在这个隐藏栏位里面 也是会顺便塞一个东西 顺便也把这个q也塞在隐藏栏位里面 那隐藏栏位主要的作用就是说 当我按下什么呢 输入一个值的时候 按下送出 他除了会把这个1 这个里面的值丢过去 给out之外 另外也会把什么 也会把那个隐藏栏位的这一个 这个q的值也丢过去 所以基本上 假设我今天输入的话 背后 如果我把指行1 按送出 他会丢给谁呢 特别注意 我会丢给那个 month c.i.out 一个问号 后面q 要不要发现 我隐藏栏位里面有带一个值 也就是说隐藏栏位 直接就把刚刚这个几月份 藏在这里 另外a 就是回答的等于1 拿给什么呢 给那个month c.i.out 去接受判断 所以我丢给他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q 一个是a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隐藏那个month c.i.out 他必须接 所以我这边一样 在我的views里面 必须建一个month c.i.out 去接他 那接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 我要怎么去接他 我这边用request.get 有没有q跟a 所以你会发现上面 我们的上方 就是这两个 我要去接 那接到之后的话呢 我分别把也一样放q跟a好了 那我当然做一个判断 如果q等于 q过来 比如说我现在 在网页看到是q q的话 如果两边是match 跟达的 这个所得到的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要用字串比对 所以我这边一样 把那个串例也再加过来 如果呢 他这边过来的我输入的值跟两边是match的话 那return就是什么 答案正确 反思的话呢 比如说关键就是说答错了 那我要怎么把那个答错的结果 显示出来 关键地方来了 后来我想一个方法 如果他答错对不对 比如说输入2 那我理论上答对的话 应该就是把那个 Response正确答案就OK了 那他答错的话怎么办呢 我就再把他怎么样 谈回到哪里呢 谈回到rendor 这个地方一样用什么 用那个刚刚我们的表单 让他显示 那并且把这个locals里面的变数 通通带 所以他会带几个变数过来呢 他会带一个 两个 另外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relaut 有没有 这个relaut的话就是答错了 请重新输入 那你会想说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在 这边有一个显示答错了 请重新输入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 背后呢 我是多加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叫phone color 它等于颜色 字颜色等于红色 然后把relaut丢过来 那因为呢 刚刚如果说我的那个 这个miceci.html 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relaut里面是空的 他就不会显示 如果relaut里面有东西的话 他就显示出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 我这边之所以会有答错了 主要是因为我relaut有丢东西过来 那我一样把这个地方 再输入一个错误 一样他弹过来也这样子 这个变 那如果对的话呢 他就直接转到哪里 转到一个relaut 那透过这个方式的话呢 我可以 就直接输入之后 OK 然后有一个正确 有一个错误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有把那个 这一题的解答 这个参考的答案 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大概的位置是在我们的 第3-2里面的第15页 15页这边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利用那个之前讲过那个Mans 就是CAI的这一题 所以其实稍微 他比较复杂的地方 还是处理那个表单的部分 表单里面 我有个 其实应该有两个技巧 一个是隐藏栏 这个隐藏栏 不是只有juggle可以用 如果你写JSP PHP 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另外的话就是 如果有东西 有那个错误讯息的话 就一个relaut 如果空置的话 他当然就没有没有任何变化 也不会有红色字 但是如果有空置的话 就可以丢一个 有点像一个label的东西 这个效果的话 也当然不是只有juggle 可以用 其他 其他的那个程式 动态网页程式 也都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 来完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也变通 而且如果你写APP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只是说 把外面包一个 另外一个框架 包在手机上面 一样可以做 这类似的效果出来 好 请各位试着把那个 MAS CI 的版本 稍微修改一下 好 OK 试一下